哈喽大家好,欢迎到YA Diary 不晓得大家平常有没有点香烦蜡烛的习惯呢? 我先前参加试集的时候有看到一个很有趣的品牌 所以回来之后到IG上面搜寻一下 不得了,它真的超级的可爱哦 想说趁着5月是我们频道的周年纪念月 然后又是我本人的生日月 所以呢,5月它也就算是仅次于12月的欢乐月啦 那我就订购了几款可爱的小蛋糕 又来欢庆一班,这个品牌就是 蛋式蜡烛 在2020年成立的蛋式蜡烛 创作者他真的是把品牌的名称和产品做了一个很棒很棒的结合哦 他们最主要的产品都是从蛋来作为出发点的 包含我这一次有购买的水煮蛋 其他呢,他们还有荷包蛋啊,起司蛋 还有放在吐司上面的蛋啊 等等各种不同的蛋类食品 那重点是它全部是蜡烛 超级可爱的耶 那从官网上可以看到这个品牌是百分之百 纯手工,利用天然大豆腊所制成的 而发展到现在呢,不只有蛋食品 还有饼干,蛋糕,玉米,小甜点等等 甚至还可以客制化做成具有象征性意义的小蜡烛 那在这边呢,关键字出现了客制化 所以呢,我就客制了一款可爱的小蜡烛 要来庆祝我们频道的周年庆 好,我们马上来看一下 专属于YE的客制化小蜡烛吧 好,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一个 既然它叫做蛋式蜡烛 我们就先买了一颗蛋 真蛋 它真的很蛋耶 它只有这样一颗就还蛮可爱的耶 但是更趣味的应该是一整盘吧 所以啊,如果你是买四颗 它会放在那个蛋的盘子里面 真实感就会很重 没有趣 那它在还没点的时候啊 闻起来已经是非常的香啊 超好闻耶 而且它有一点很棒的是 你可以选择你自己喜欢的香味 那像这一颗蛋啊 我就挑选了一个感觉 非常有气质的味道 然后据说它点燃之后啊 它的蛋黄会流下来 很真实哦 我们来给你看 它流出来了 非常丝滑度取 它好像真的蛋黄流汁流出来一样耶 好,那我们继续要来看到的是 姓名饼干蜡烛 它的这个造型啊 就像是那个 sabX前亭堡会卖的那一种 很好吃很罪恶的软饼干 上面就这样标注的 Wai Berry 那我们要开咯 哇呼 那我还没开 好 是不是叫我起来放 好 一、二、三 哇呼 哇呼 特质化的产品啊 就是可以买到那一种 你觉得很独一、五、二 专属于你自己的那种 独特感 在这里庆祝我们频道 又坚持每周 更新了一年 虽然呢是小小的频道 但是我们也尽力 经营到第一年了呢 也还是要邀请大家 继续和我们一起关注很多 很棒的文创品牌啊 文具啊 只要带来还有我们的生活记录 再次欢迎 那说到客制化啊 不只是饼干 还有这种客制化 就是韩国流行的便当和蛋糕 非常之时髦啊 你从这个蛋糕的尺寸 可以选三寸或四寸 然后呢 你的蛋糕体要是什么颜色 上面的奶油是什么颜色 还有它的字要做什么搭配 旁边的蛋糕配料 你要选什么水果 或是什么软糖 都可以自己挑耶 客制化程度非常之高耶 真的 所以不晓得各位说到这种生日蛋糕 会不会很高兴呢 我自己是会觉得说 诶 有一种与众不同 那种备受重视的感觉 这个品牌就是 蛋吃蜡烛 怎么样就是差点美机 对 差点美机好呢 差点美机好呢 呀哈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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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丑 好啦 那以上就是我们最新认识的文创品牌 开设 这些可爱的小东西呢 真的为生活带来不少的小趣性咯 我想到各位是不是喜欢这种 可爱又疗愈的小东西呢 如果您还有认识什么有趣的品牌 也可以推荐给我们咯 我们下次见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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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千